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刚刚玉桃老师教大家来判断 到底接下来什么样的金融股 是好的存股标的 还有怎么存 但是我们说最近开始升息了 大家过往的殖利率 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呢 说到了殖利率 我们都看殖利率4% 5% 6% 好像是不错的存股标的 但是庆龙老师告诉大家说 殖利率有一些陷阱 如何来判断一档个股 是不是存股的好标的 庆龙老师我们要紧于上台来了 好 庆龙老师持续的教我们 怎么从财报去判断 到底这殖利率怎么看 通常我们看殖利率 可能会落入哪一些迷思 其实有两个 也是投资人最常犯的毛病 第一个毛病就是太过短视近利 第二个毛病就是太过沉迷于 所谓的意外之财 这就会让你迷思在 高值利率股的一个投资上 那所谓的这个短视近利 其实主要的就是因为前几年 其实很多的厂商 因为受惠与疫情的关系 造成它的获利的暴冲 那获利的暴冲 基本上股息也会跟着 出现暴冲的一个内容 但是随着这个疫情一旦过 或者是它先前推升 它业绩起来的这个 利多的这环境不见了 它可能接下来就回归到 它正常的状况 但是很多的投资人 就会只看它现在目前的获利的状况 或者是去年获利的状况 来觉得它好像这个高值利率股 是非常值得去存的 那举例来说 像有一档这个医疗级的乳胶厂 生风 这个是这个医疗手套的 上游的原料的一家厂商 它去年配10块 今年配15块 为什么会多这么多 就是它因为受惠于这个疫情的关系 因为整个全球 应该大家需要医疗用级的 这个手套的需求很大 所以但是它这么好的获利的情况下 这么好的除息 配股的状况下 也造成它除息时候的殖利率 是超过10% 有一个重点叫做除息的时候 当下获利灌进来 股价还没有跟上来的话 殖利率又不要高了 对 然后所以大家觉得 哇有10% 就陷入到高殖利率股的迷失中 但是我们从它的股价走势来看 你看今年它的股价就从 一路的从192不只腰斩一半 这是先前最低的收害来到51块 这是一年内的走势 对啊 但它除息的时候 它的殖利率是10% 所以大家看到10%的殖利率 就往下跳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赚了10块钱的股利率 却赔了快100块的价差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高殖利率股 你要破除的迷失 就是不要太过短视净利 那第二个就是 投资人很多时候会沉迷于 所谓的意外之财 这个意外之财是指公司的意外之财 因为很多的公司它会有一些转投资 或者一些不动产它会处分 那比如说有一家这个电池的模组大厂顺达 它去年因为有一个不动产的处分利益 让它的EPS冲到到22块 那公司也很阿萨利 我配15块股利进来 赚到就配给你分给你 对啊 虽然算是对股东不错 那它除息时候的殖利率 甚至还超过15% 哇这个比身丰更高的殖利率 15%的殖利率 大家一看之后 很多的投资人就不管3721 就跳下去 有15%殖利率 我不存要存什么样的股票 但是你看它今年的股价 从122腰斩了一半 来到了65.1 它除息时候的殖利率 有将近15%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就是你赚了股利 赔了价差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因为投资人沉迷于什么 沉迷于刚才说的意外资财 所以这个意外资财 其实它常常会出现很多 高殖利率的假象 所以了解了这个高殖利率的 这两大现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去破除 短置禁力跟意外资财 这样子的困境 那基本上我认为 其实有三个方法 可以破除我们刚才所讲的 高殖利率的存股的迷思 第一个你找的标的 一定要找那种细水长流系 什么叫细水长流系 就是它能够长年稳定的配发股息 然后除此之外 你在计算殖利率的时候 你要用过去五年的平均 来取代单一或单二年的年度的鼓励 来我一个一个问 常年金融老师 您的常年的标准是多少 稳定的配息 你怎么定义叫做稳定 如果就我自己要长期存活 我一定会找长年20年以上 都能够稳定配息的 20年以上 而且每年都要有配的 对它就经历过各种的金融的风暴 20年这过去20年发生什么事 2008年的金融海啸还经历过了 欧债维京国托 中美贸易战 甚至新外疫情的爆发都经历过了 它都还能够稳定的配息 都经得起考验 即便全世界都发生了海啸 它还能够配息给你 对这个就已经代表公司 它一定有核心的竞争力 可以让它创造出稳定的这个现金流 那第二个就是要去排除 业外的一次性的获利 就刚刚顺达那种 对 对就是那种的你就不要 那就意外资产 那意外资产你要把它扣除之后 你还原到它本业到底赚多少 它这个能够配给你的 按照正常的水准来做一个预估 那第三个 其实我觉得在看现金鼓励的时候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两个 都是用过去公布的财报 大家去推估的 但是其实财报分析有一个原则 就是最好的方式是用未来 除非未来不可得 你才能假设过去会延续到未来 这是财报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很多投资人在做财报分析的时候 都用过去 但是这个的假设是除非未来不可得 才能假设过去会延续到未来 但是大家买基金一定会听到 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的保证 对所以这个其实 如果我们在做存股或做财报分析的时候 尽量用未来 那所以如果你能够得到它的未来的现金鼓励 那至少你在算它的殖利率的时候 就比较能够确保未来几年 你能够领到的 而不是用它过去太好的状况 来做一个你现在存股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每次在找那些高殖利率概念股 都是看在过去是不是平均有给4%到5% 但是其实最好是用目前法人对于未来的获利 然后再回来推算到底殖利率有多小 而且很多公司不只法人很多公司 它就直接告诉你未来会配多少 OK 这几年越来越多这样的公司 就直接告诉你未来2023年2024年2025年要配多少 那它都已经保证要配多少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用它未来的现金鼓励去计算 好 那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来找这个案例的示范 它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金融股的部分的存股的策略 跟非金融股的存股的策略不一样 口诀也不一样 金融股投资的口诀叫456 那非金融股的口诀叫357 好 来我们先来看456这个口诀 对这个456的这个口诀 其实刚才提到 像赵丰金还已经连续21年能够配发股力 所以它符合这个所谓的细水长流型的 那另外你在计算股力的时候 你要用5年的平均 然后来取代单因的年度 所以你看赵丰金有配1.5 2017年配1.5 2018年配1.7 2021年配1.65 那你不能计算股力的时候不能用1.65 你要把这个加起来除以5 得出1.626 那有了这个近5年平均股力的这个数值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搭配456的口诀 4是什么 就直律律 直律律456 4% 5%跟6% 那这分别代表的是4%代表昂贵 5%代表合理便宜 6%代表便宜 那怎么试算呢 其实就是1.626 然后除以0.04就是4% 40.7就是它的昂贵价 然后除以0.05 32.5就是它的合理价 然后除以0.06就是6% 27.1就是赵峰金的便宜价 好 所以你自己去评估 你要的直律率5%就好了 还是你希望有6%的直律率 最重要是用5年的股力去平均算 然后再去除以直律律 这边我想问一个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说升息之后 大家对于直律的要求越来越高 你有提高你现在存股直律的一个标准吗 没有 其实按照目前的这个数据 456其实还蛮 就金融股来讲 456还蛮适用 甚至大多数的个股在这个所谓的357上 其实它也都还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些变化 那刚才讲的这是金融股 金融股的投资股 我觉得是456 另外一个非金融股的部分 就是357 那这个我曾经有跑过这个大数据的决策 就是它的胜率是高达88%以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种投资的一种策略 这是长达十几年都有88% 那当然我举其中一档 其实就是南亚 台塑集团的其他的南亚 它已经连续39年能够配发股利 那所以你在这个就符合了细水长流 第二个你就要开始用它的近五年的平均 才不会限于它过去太过短视经历的 这个获利的表现 比如说它2021年配息配到7.5 哇好棒好棒好棒 但是你用7.5去处理它的 去计算它的殖利率 你会觉得现在很优渥 但是不能这样算 你要把它的五年平均起来 因为好的时候可以配到7.5 不好的时候它也只配到2块2 2块4 所以这五年把它加起来之后 处于5它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它的高三低谷平均起来 然后平均值就是4.44 那有了这个近五年的平均4.44之后 那你就套用这个357 那3%代表疯狂价 那这个策略就是要卖光光 5%代表合理价 那当然策略就是要卖出嘛 那7%代表便宜价 策略就是要买进 那所以按照这个南亚的一个试算 就是4.44除以0.07 63.4就是它的便宜价 这个时候好像这阵子都有机会来到这个价格 然后除以0.0588.8就是它的这个合理价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卖出的动作 是好所以难怪我每次问金融老师说 这存股到底要怎么算出合理价便宜价 金融老师都告诉我说 只要你会小学数学 你就可以算得出来 所以这刚刚口诀 金融456 那另外非金融357 我们等一下还要举一档 来看看到底存股 怎么样教您算出合理价 以及便宜价 什么时候应该卖光光 什么时候应该买进 休息一下除此之外 刚刚金融老师也提过了 存股不一定要只锁定金融 其他有哪一些比金融更适合存股 殖利率更优的名单 我们要进行大公开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